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这是干什么 我想通了 这些日子 我太过鲁莽 为了查出真凶 胡乱调查 自以为是 目中无人 给京城百姓造成了困扰 你没大精挑啊 周师爷虽然作恶多端 但他对我有恩 于公于私 所以 我都希望能尽快破案 说重点 还请林大人 协同办案 尽快帮我找出杀害周师爷的真凶 那我要是不答应 林青雄 你别太过分了啊 对吗 这才是你陆白了 你 好了 好了啊 对了 我想起来一件事 那日 我们在府衙开宴 送周师爷的时候 他曾经对我说过一番话 如今想来 似乎耐人寻味 他说了些什么 他说因果循环 报应不舍 若有一日他遭遇了不测 希望我不要追缠 他这是 早就知道自己藏不住了 爬呼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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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二 傅文元走了 嗯 也好 我表哥 总算少了一个情敌 你表哥从来就没有情敌 我的心自始至终都在他那儿 那你接下来 打算怎么办啊 只要他在京城一日 我便陪他一日 可是现在 案子线索也断了 这往后也不知道该如何查起 或许 会成为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谜题了 你说该怎么办啊 大案落幕 盗掘太师之女物的四名盗墓贼 皆惨死于棺材之中 案情陷入迷雾 凶手踪迹全无 然而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是 当年盗掘太师之女物的盗墓贼 还有第五人 不行 我不同意 我是画本子的作者 如果我用画本子告诉天下人 盗墓贼其实有五人 再加上 我对当年事件的真实描述 凶手就会为了第五人 再度出手 道理我懂 但我不能 拿你当破案的筹码啊 眼下凶手还逍遥法外 我不能做事不管 我是荆州府尹 抓凶手 那是我的事 可是 现在这已经是唯一的办法了呀 办法总会有的 我不能让你以身涉险 我做不到 青秋 集信时当初因为看了我的画本子 行凶杀人 我不想我的画本子指挥误导人作恶 我的画本子 也能匡扶正义 为民除害 再说了 我也是相信你能保护我 我才出此下策的 我知道 你一定不会让我有事的 是不是 你向来就是这样 一旦打定主意 谁劝都没用 我会保护你 不过你要答应我 千万不能自己去危险的地方 一定 在我身边寸步不离 只见这第五名盗墓贼拿出铁桥 在这第五名盗墓贼的指挥下 其他四人撬开了木桌红 这第五名盗墓贼 还越贪婪地看着关中无数的财宝 话说 这盗墓贼的第五人哪 心狠手辣 人也狡猾 石开阳四人未曾小 那女尸 竟然死而复生 吓得那是拔腿就跑 可那第五人 却不信神鬼 拎起一把砍刀 直接冲了进去 只见 那女子 明艳动人 哪里像什么鬼怪 抓紧那女子的头发 就活活塞进了棺材之中 石开阳四人此刻 也不再胆怯 斩草 必要出根 她们五人合力 将女子塞进了棺材之中 任凭她女子是哭喊求饶 也是不为所动 生生将其闷死 从此 获得了万万名宝 好 好 再来一个 好 好 再来一个 好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陆大人 大人 陆姑娘的画本 已经传遍全京城了 根据我们的引导 现在全京城的百姓 都相信这是真实故事改变 冤海擎天之古墓立领第五人 卖得可太好了 南一先生果然名不虚传 有你这么自己夸自己的吗 你知不知道 刚才你可危险了 没事 只要有你在 我就是安全的 等这次案件结束了 我们就成亲 我还没名震天下呢 你呀 要是想继续写画本子 那我就在边上给你研磨 天天伺候你 真好 真好 你去哪儿 睡吧 你离我这么远 怎么保护我呀 今夜 我就在这儿守着了 这根红手 把咱俩绑在一起 就算妖怪来了 我也会和你在一起保护你的 那我们两个绑在一起了 我也会保护你的 说话算数 嗯 说话算数 拉钩 拉钩上钓 一百年不许变 跟我闻 还是要再发挤 有什么事情 这其实不过 我们都评论了 有什么事情 我们有些事情 有些事情 他们有時候 要有力量 那现在 你会玩 陸子 璐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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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陸姑娘呢 璐儿不见了 不见了 表哥 大人 迷魂香 表哥你没事吧 怪不得 怪不得我会说这么沉 那是什么呀 这是我在陆儿身上放的白石粉 带云 敲开他 是 这 变成了 变成了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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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你对当年的事情十分了解呀 余大夫 怎么是你 陆姑娘 不必惊讶 这只不过是掩人耳目而已 这是寒冰关 没错 这就是寒冰关 可保我夏儿 尸身不服 我就想让她看着我 杀光所有害死她的人 说吧 那第五个盗墓贼是谁 怎么 你还打算继续杀人 难道不该继续吗 他们杀了我心爱之人 我让他们一一血肠有错吗 余大夫 您医者人心救人无数 何以沦为杀人是血之徒 他们犯下的错自有官府处置 官府处置 陆姑娘啊 你未免也太天真了 我做的这些案子官府都破不了 她又怎会管一个死去多年 罪臣之女的案子呢 说 那第五个盗墓贼究竟是谁 其实 没有那个人 第五人 是我凭空捏造的 为的 就是引你上钩 这是装派是非的巷囊 看来巷囊被贼人发现 扔在这儿了 陆姑娘 我们相识一场 我想听你一句实话 你当年所见的 是否为朕 那时我还年幼 一日上山游完 无意间发现牧师洞口 便好奇进去探了究竟 我亲眼见到 石开阳四人 将记下塞进棺材之中 活活闷死 活活闷死 夏儿 都怪我晚晚来一步 才让你遭此恨祸 不过你放心 害你的四个人 都被我杀了 我为你报仇雪恨了 以后 再也没有人能伤害你了 于大夫 我已如实相告 您师父 也可说句实话 您与记下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辗转十年报仇 还不能释怀 我本是个游方的大夫 入过京城的时候 治好了记太师 因血妖徒而中的雪珠寒毒 便被封为座上宾 后来 偶遇记下 得了寒疾 我便给他医治 我俩是一见钟情 于是 就私定终身 可爱和我出身贫寒 入不了他的家门 太师得知此事 勃然大怒 转眼间 就把夏儿 嫁给达官贤贵 我俩不愿意分开 便决定私奔 于是夏儿服下了我炎制的龟细弹 可在十个时辰之内 处于假死状态 夏儿 我又对太师 言语引导 劝太师 尽快让夏儿入土为安 很快 太师 就把夏儿下葬了 一切都按照我的计划进行着 等他下葬了 我就把他救出来 没想到 那些盗墓贼 抢先一步 好菜 兄弟 发财了 是啊 你看看 可真不烂 好 你怎么办 你们是谁啊 放开我 放开我 让我出去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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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出去 放开我 我和夏儿 本来可以白头偕老 双宿双齐 可让贼人害的 阴阳两阁 你说 那些人该不该死 这是鹿儿的手帕 余大夫 是不是你偷了双云玉佩 有些事 你还是不知道的好 在荆州 我受你画本子里 杀人手法的影响 于是 便模仿画本子里杀人 是你改了我的画本子 是 可是 木葬碑倒是 你明明姗姗来迟 又是如何找到 已逃之夭夭的盗墓贼 是过就此挣脱 双手不再紧握 就算重返寂寞 不想是爱过 我 记忆不再更新 停止你的消息 选择忘记 全是故意 试过 试过接受挣脱 假装逼你灑脱 干脆闭上眼睛 不看那个我 直到快分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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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你是真是心 爱你是真是心 偏过了时间 偏不过自己 偏不过自己 这离别太儿戏 道别懂每一句 对爱懦弱的 哪个人不是我 是你 试过接受挫脱 假装逼你灑脱 干脆悲伤眼睛 不看那个我 直到快分不清 爱你是真是心 偏过了时间 偏不过自己 我想我会明白 不会再去依赖 只能在记忆里 去画爱我的一个你 说不到你的爱 该来的都未来 这结局 比这下难猜 难猜 难猜 想我会明白 不会再去依赖 只能在记忆里 去画爱我的一个你 这离别太儿戏 都别懂每一句 对爱懦弱的 哪个人不是我 是你 对爱懦弱的 哪个人不是我 是你 对爱懦弱的 要是你 对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